歡迎收看有小老師 憑你教數學 這個 夾一餅共有兩百元 然後夾給以十元 只有夾的錢是以的兩倍 以給餅十元 以的錢是餅的三倍 所以 夾也不知道有多少 以也不知道有多少 餅也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我知道夾一餅合起來是兩百 然後如果夾給以十元 那夾就少十元了 以就多十元了 這樣夾的錢是以的兩倍 如果以給餅十元 那以就少十元了 餅就多十元了 那以的錢是餅的三倍 來看上一次的作業 有這個第二題 這題非常的經典 那我用這題來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我從來都不教你怎麼去分析題目 這個題目真的是會在一元一次的題目裡面出現 某一些參考書裡面就有 然後你知道參考書上就是大家互相抄襲 所以很多版本的參考書裡都有 那如果今天我不跟你說 這個題目 他要怎麼去分析的話 我前面都不教你分析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個解答上 留下很神奇的計算內容 老王以四十斤的價格買進一批橘子一百 一斤四十元的價格買進一批橘子一百斤 發現爛了十斤不能賣 價好看的一斤賣六十 不好看的一斤賣二十 最後賠兩百 請問好看的橘子有幾元 好色 好看的橘子字太多 比畫太多 顯卡又黏在一起 畫一個符號 色好看的橘子有 X金 然後 我說這個 你會看你去放他的題目解答 色好看的橘子有X金 下面這條就是方程式了 方程式是什麼呢 X20X加上 更正 60X加上20 括號九十減 X 然後 這個 減四千 等於負兩百 這樣 求解 他後面是解方程式 很簡單 那問題就是說 這一條哪來的 你可以 你現在我已經寫給你看了 或者說 你就翻過去看答案 你已經看到這一條 那你是可以回想一下 那這條他到底在講什麼 其實也是有人可以看得懂 可是問題是說 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懂他在幹嘛 是不是代表你 再一次看到這個題目 你寫得出來 60X是 好看的六十金嘛 美金就60X元嘛 那 不好看的一金賣二十嘛 所以這是什麼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那 減四千 四千哪來 哦 四十乘一百 那 所以賠二十 賠兩百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分析題目 挺重要的 那我之前有講到過 就是 你一開始如果看不出來 這一題 我到底不知道什麼 那你可以試著去寫這個式子 你寫到你寫不出來的東西 那個就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題目來說的話呢 最後賠兩百 所以沒有錯 我們試著來寫這個式子 那我們前面有教你賠是什麼東西 賠就是收入減成本 所以收入 減成本 等於 等於上面 負兩百 這個就賠 對不對 那收入多少 收入 有點複雜 先看成本 成本比較簡單 是一斤四十元買一百斤 所以這裡是四千沒有錯 對不對 減 好 那收入是多少 收入總共有兩個來源 好看的一斤賣六十 不好看的一斤賣二十 所以一斤賣六十 好看的幾斤 不知道 不好看的一斤賣二十 不好看的幾斤 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我有兩個東西 不知道 一個是好看的 一個是不好看的 對不對 那他們的關係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 你最後的方程式 會是一個關係嗎 所以他們的關係之一就是 最後這個 賠兩百 賠兩百 如果你 寫不太出來的話 就是我前面有教你 寫不太出來 這個關係的話 你沒有辦法直接寫出這一條 你就去擴充它的位置數 那這個收入是多少 成本是多少 成本後來你會發現你知道嗎 是四千 所以賠兩百這件事情就是 收入 減四千 等於付兩百 對不對 那好看不好看跟收入的關係是什麼 好看賣的錢跟不好看賣的錢 合起來要是收入嘛 所以這個 好看有幾斤不知道 這個單位是斤 這個收入的單位是圓 所以好看有幾斤不知道 那好看賣六十 一斤賣六十 對不對 六十倍 加上不好看的一斤賣二十 是收入 對不對 那然後還有一個關係 怎麼樣 總共一百斤嘛 可是要注意什麼 爛了十斤不能賣 所以其實好看跟不好看呢 合起來只有九十斤 這樣子你就可以解出來了 首先呢 你也可以怎麼樣 乾脆把收入就換掉了 這個 這個收入的部分 因為你收入可以用這個表示嘛 所以你這個收入的部分就改寫成 就把這個搬下來這樣 就變這一條 也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先不要 沒差 挑一個色X 那都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 挑好看的好了 因為他最後問這個 好看色X 所以不好看呢 你就會發現他是九十 減X 因為X加他是九十 等號兩邊同減X 不好看就是九十減X 這兩個帶進來這裡 所以其實收入可以表示成 這一條用掉了 讓他以X表示 這一條用掉了 讓他以X表示是 六十X加上 二十 十乘上 九十減X 最後用這一條解方乘4的時候 就會變回這樣子 對不對 六十X加上 二十乘上 九十減X 減四千四 兩百 幫你把它算出來 這個 合起來是 六十減二十 個X 所以是四十個X 加一千八 減四千 加兩千二 對 減兩千二 所以 等號兩邊同加二千二 所以 所以四十X其實是 兩千 X是五十 所以好看的橘石有五十 不好看的四十金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接著來看上一次留下作業的最後這一題 那這一題我們要稍微的拿本子來寫一下 又是關係 我們上一堂課介紹的一個關係是什麼 這個我說分配就是除法 所以就要寫成 被除數等於除數乘以上加於 那這一堂課我們多寫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叫做追擊 追擊有什麼關係 它比較特別 追擊這件事情同時帶來兩種可能有的關係 第一個叫做同時間 第二個叫做同地點 什麼叫做追擊 我怎麼樣會追到你 就是我在同一個時間 跟你在同一個地點的時候 我就追到你 我不是說這個情感上的追求 對我要追追逐你 那這個我要怎麼樣才才算追到 就是我跟你同一個時間在同一個地方就追到了 聽起來像廢話 可是其實他很實用 同一個時間 如果你們同時出發 代表這個經過的時間相同 我寫兩個字就好了 你們繼續寫 經過的時間相同 如果同一個地點 你們要到同一個地點 如果你們同一個起跑點 到時候你們會到同一個地點 代表你們經過的地點相同 經過的時間相同 經過的地點相同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甲的速度30 乙的速度40 乙讓甲先跑一段 所以他們是不同時間出發的 可是他們題目沒有寫 他們應該是同一個起跑點出發的 在兩分鐘後 乙會追上甲 所以經過的地點會相同 那兩分鐘後 經過的距離 經過的距離會相同 不好意思 改一下 經過的時間和經過的距離 同地點的話 起跑點一樣 經過的距離會相同 所以在兩分鐘之後 乙移動了多少的距離呢 乙移動了40乘2 那甲呢 甲移動了 從乙開始跑 甲也一起在跑 所以甲移動了30乘2 還加上他原本多跑的那一段 所以其實甲原本跑多遠 多跑了20 好 不過不對 不對 單位不對 我發現這個人是神速 他一秒就跑30公尺 我記得這個奧運 短跑紀錄 是這個 1秒9點多的樣子 對 所以呢 乙讓甲 乙在兩分鐘之後追上甲 他其實跑了120秒 所以其實 這個 X等於 120乘10 1200 所以 甲一開始跑了1200公斤 可以嗎 這兩個都是神速 那這個就是這一題 要記住我們剛剛講 追擊的話呢 他有兩個情形 一個是 同時間 應該說他同時會有這兩個性質 就是你要同時間在同地點才算追到 如果題目跟你說 他們是同一個起跑點 同一個地點會追到 代表他們經過的距離一樣 如果題目跟你說 他們 是同時間 同時間跑的 他們到了同時間 到那個地方 但他們經過的時間一樣 所以就看題目怎麼說呢 你就去抓這個一樣的部分 他就會成為一個關係 就可以列出一個四十九集 這裡有三題 那大家來寫一下吧 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就來 介紹一些 這個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要介紹的呢 就要由熊老師登場 來介紹 大家好 這個 我是熊老師 那熊老師是一隻 猥熊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猥熊 可以嗎 那這個 猥熊這種動物呢 在 中國 稱為 樹熊 樹帶熊 樹帶熊 有人叫樹熊 有人叫樹帶熊 有人叫樹帶熊 所以台灣叫五味熊 那香港 香港是用這個英語 他們叫考拉 他 他的英文是 KoA KoA 那這個 衛熊呢 他其實是 剛才講 他是樹帶熊 他是有帶類的 跟袋鼠一樣是有帶類的 我們在看那個影片 袋鼠的 小袋鼠 不是會從袋鼠的口袋這裡 跑出一個頭這樣子嗎 那 衛熊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你沒有看過這個衛熊的媽媽口袋這裡 有一個小衛熊的頭 原因呢 是因為他雖然是有帶類的動物呢 可是他的袋子是朝下面的 所以他的袋子在肚子的下面 媽媽 媽媽的袋子在肚子下面 所以衛熊寶寶呢 是從下面跑出來的 應該說他被生產出來之後 會到著 鑽回去這個袋子裡面 住一陣子 然後再從下面跑出來 他的袋口朝下 很特別 我也喜歡吃的這個 食物呢 叫做尤加利 尤加利 尤加利是一個 非常具有經濟價值的作物 因為他 可以拿來做紙漿 為什麼會選尤加利來做紙漿呢 因為是經過適度的這個 育種 你可以讓尤加利長得非常的筆直 所以在有限的土地上面 尤加利可以種很多顆 他都會直直的一直往上長 那這樣就可以 就是收成紙漿的時候可以比較多 而且他長很快 他六年就可以長成那個 可以採收的紙漿的成年的樹木 那不過尤加利有非常多的品種 五味熊只吃其中少數幾種 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 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 尤加利其實是有毒的 對五味熊而言 對人類而言 他都是有毒性的 五味熊只吃其中幾種 他們需要 體內 他們的這個體內 會有解毒的酵素來解毒 所以其實小五味熊生出來之後呢 他的第一個副食品 就好像我們小嬰兒如果生出來 都會吃蘋果泥啊 吃這個 含有維他命 還有鈣質的奶粉 小五味熊生出來之後 他的第一個副食品呢 其實是媽媽的大便 因為他們需要 從媽媽的腸胃裡面 來取得這個 能夠解毒 能夠解除這個毒性 尤加利毒性的這個酵素 所以這個是五味熊 五味熊的毛是灰色的 在全世界只有澳洲 他的主要的那個棲息地 只有澳洲而已 因為某些原因 就是他在澳洲大陸生長 就沒有辦法移到外地去 也許是因為他行動此環 因為五味熊 他只吃油加利素葉 所以他跟熊貓一樣 他們攝取的熱量很少 所以他的活動能力很差 所以他們一天 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睡覺 那平均來說 五味熊的壽命是十幾年到二十幾年 所以熊老師他已經二十五歲 基本上是五味熊裡的熊瑞 那這個就是五味熊 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更多 五味熊是屬於夜行性的動物 然後現在在澳洲是保育類動物 但是不是瀕臨絕種的 他們其實還蠻多 沒有很多隻 但是有一些地方 的五味熊數量有一定量 所以是保育類的 而且是稀有動物 但是不是瀕臨絕種的動物 好 謝謝我們的熊老師 好我們剛才留下了 這裡有三題 這個順序沒有關係 來看一下 今天剛好沒有作業 然後我們的時間已經快到了 所以給你們當作業好了 努力的把它寫完吧 來抄一次他們的題目 那我們現在刻上到這裡啦 會不會再說 我們下一個 不要再說